尽管疫情趋缓 但是连日的大雨也影响了民众出门捐血的意愿 国际狮子会300F区花莲莲花狮子会 联合救国团花莲县真善美联谊会 8号在明里国小妇幼前举办爱心捐血活动 莲花狮子会会长郑竹亚号召相亲 不畏风雨响应捐热血 国际狮子会300F区花莲县莲花狮子会 长期致力社会服务工作 尽管疫情趋缓 但连日大雨影响 减少民众出门也降低捐血意愿 大日在明里国小附设幼儿园前 花莲县莲花狮子会 攜手救国团花莲县真善美联谊会 举办爱心捐血活动 我们办这个活动就是希望能够民众来永远捐血 募集鲜血 对这个世代疫情之下 然后有真的是还是很多受伤生病的民众 需要民众你们撒热血 不需要刨头颅撒热血来协助 这个世代我们需要这些血来救助 这些需要受帮助的人 华联军血站表示 目前华联安全库存量只剩4天 尤其以A跟O型只剩4天 另外B跟AB也只剩5天 尤其是北部的地方 我们那个强降雨关系 那导致整个那个血量捐不进来 到目前呢我们的安全库存量呢 只剩下4天 那安全库存量其实要到7到9天才是够的 那其中呢以A型跟O型最缺 真的只剩下4天了 那B型跟AB型也只剩下5天 那要请恳请我们的花莲乡亲 能够不畏的风雨 能够赶快出来捐血 此次捐血250cc毫里三选一 500cc毫里三选二 除了送爱心闪手工罩等 现场还有摸彩活动 有机会抽中电视大奖 莲花市指会会长镇雅筑号召相亲 挥霞热血为社会贡献一己之礼 记者讲包言华女士报导